蓬佩奧週四的演講 回顧了近期美國的多項重大外交政策 和取得的重要外交成就 蓬佩奧強調 川普總統改變了 此前與中共不正常的貿易關係 並為美國爭取到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為美國人創造更多的工作和機會 在以色列問題上 蓬佩奧指出 川普政府是美國歷史上最支持以色列的政府 蓬佩奧也談到了 美國擊斃伊朗革命衛隊頭目蘇萊曼尼的軍事行動 重申川普總統的果斷決定 保護了美國人的安全和美國的利益 與此同時 美國始終堅持在全球範圍內 推動自由民主的進程 蓬佩奧表示 美國將與委內瑞拉人民站在一起 直到委內瑞拉能夠擁有自由公平的選舉 恢復民主體制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